接下来我们要来谈一谈 二元一次方程式图形的应用 首先第一题 若方程式2x-by等于-1的图形 通过p.43 什么叫做通过p.43 简单讲就是p在2x-by等于-1的图形上 他在他的图形上 叫做通过图形上 那么既然他在他的图形上 换句话说这个p点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方程式的解 那么因此我们把它带进去这个方程式 这个方程式会成立 于是我们就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们就将p.43 带入方程式2x-by等于-1 那么怎么个带法呢 前面这个4就相当于带x 后面这个3就是带y 那么我们把它带进去 就会得到2乘以x x是4 减掉b乘以y 那y是3 所以就是b乘以3 会等于-1 好 整理一下248-3b 会等于-1 一向过去 -3b 就会等于-1-8 减出来就是-9 再除过去 b就会等于-9 除1-3 负负得正就除以3 所以b就会等于3 那我们就算出b来了 那么这一题我们就做完了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题 在考什么东西 考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方程式的图形 通过这个p点 颠倒过来讲就是代表p点在这个图形上 既然p点在这个图形上 那就代表p是他的一个解 所以你把它带进去会成立 那带进去以后就可以算出b了 就是这一道题目 考观念做法很简单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以之方程式 as加by等于c的图形 会通过圆点 什么东西叫做通过圆点 代表圆点 在哪里 在这一条 ax加by等于c的直线上 那既然原点原点是00 在这个上面 换句话说00是他的一个解 所以简单讲 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00在 ax加by等于c的图形上 既然他在他的图形上 所以这个00就是他的一个解 因此我们就要把这个00带进去 那怎么带 这个0是x 这个0是y 那带进去就会变成a乘以0 加上b乘以0 会等于c 那a乘以0是0 b乘以0也是0 所以我们就知道0加0等于c 换句话说c就会等于0 就得到这个c要求的答案了 那这一题跟刚刚那一题也一样 只不过这一题看起来很吓人 他只有告诉我们通过原点而已 其他abc都不知道 但是无所谓 因为你只要观念清楚 知道说原点在这个上 就代表原点是他的解 那我们就把00带进去就可以算出来 c会等于0 再我们看第三题 以致方程式y等于as加b的图形 过-1-5跟21这两点 那么要求原来的方程式 既然他的图形过这两点 那么就代表这两点都是他的解 都是他的解 那既然他都是他的解 我们就把他带进去了 那我们来带-1-5 这是x 这是y 那y是-5带进去 将将xA等于-1-5 y等于-5带入 好带入来就会得到-5会等于a乘以x 就是a乘以-1-1加b 那我们整理一下就是-a加b 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式子 就是-a加b 会等于-5 这是第一个 我们带进去以后得到的式子 再来我们带第二个点 就将x等于2 y等于1带入 x等于2 y等于1带进去 那这里是y 1等于a乘以x x是2加b照超 所以就会得到1等于2a加b 颠倒过来写就得到一个2a加b 会等于1的式子 那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写到一块 第一个就是-a加b等于-5 那第二个是2a加b 会等于1 好 那我们这叫一式 这叫二式 那我就用二式减掉一式 2a-负a 2a-负a 负负得正就会变成2a加a 就是3a 然后1-负5 1-负5 负负得正就会变6 3a等于6 就代表a等于2 那我们就带入1 a等于2带进去 就会变成负2加b 会等于负5 一向过去b就会等于负5加2 所以算出来就是负3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答案了 这个a会等于2 然后b会等于负3 那题目告诉我们说要求圆方程式 那圆方程式是y等于ax ax就是2x 加b 换句话说就是加上负3 加负3 正负得负 所以我只要写减3就好了 因此圆方程式就是y等于2s-3 那么这一题我们就做完 那么回过头来看这一题在干嘛 他告诉我们说他通过这两点 换句话说这两点带进去都会整理 然后我们透过带这两点 就得到两个2元1次方程式 然后把这两个2元1次方程式解连利 就可以算出ab 再带回原来的式子 就知道原式长成这个样子 这就是第三题的做法 好 再来我们看第四题 他说方程式 5x-3y等于-13的图形 不通过哪一个向线 好 不通过哪一个向线 我们要怎么画呢 那很简单 就是画出来 看他没有通过哪一个向线 大家就知道 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步要先把图形画出来 那我们就要找两点 那我随便设 比方讲为了好算 我认x等于0 那么5x就变成0了 所以0-3y 换句话说-3y 就会等于-13 除过去y就会等于3分之13 所以这里就是3分之13 那么第一点就是0 然后3分之13 好 我们把它画出来 0 3分之13 再来既然认x等于0比较好算 我们也可以认y等于0 那y等于0带进去这里就不见了 剩下5x 会等于-13 除过去x 就会等于5分之13 5分之13 那么因此这一点就是5分之130 所以我们就把5分之130给画出来 在这里5分之130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两点连接起来 好 你就会发现他的图形长成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图形长成这样 不是我们要画图而已 他还要问我们不通过哪一个向线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向线 第四向线 那这个图形通过第一向线 也通过第二向线 也通过第三向线 唯一没有通过的就是第四向线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图形并没有通过第四向线 那么这个题目怎么做 很简单 你画出来以后判断看 他没有通过哪一个向线 答案就出来了 这就是第四题的做法